好 目光再来聚焦安格拉 画面上的这位男士的名字叫做陈勇 四川一宾人 今年40岁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前不久他刚刚抵达了安格拉的罗安达 成为了第一位完成西非自驾游的中国人 您看这张照片 就是陈勇与当地华侨在安格拉体育馆门前的一张合影 陈勇的这次行程前前后后穿越了东南欧 非洲的20多个国家 不仅走访了原始部落 还和非洲大陆的野生动物来了个亲密接触 沿途的风景当然没得说 同时他也经历了很多意外和困难 在雅典的时候 他的车窗被窃贼打破 放在车里的单反相机被偷走了 可是他不懂当地语言 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一名路过的当地人热情地表示 愿意帮他打电话报警 可是谁知道 当他把手机交给对方的时候 这个好心人撒腿就跑 带着手机 没影了 陈勇当时是目瞪口袋 在非洲大陆自驾游 尤其是西非和中非 埃博拉战乱恐怖袭击 语言不通 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从2008年开始 前前后后有七八个中国自驾游团队 尝试穿越西非大陆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可是陈勇坚持了下来 完成了他的这次非洲之旅 他说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南行 直到抵达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家 南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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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